迪小川在里约的时宇吉诺比利合影,腾讯体育8月29日是NBA圣安东尼奥尼玛四队传奇球星马鲁吉诺比利,已经在28日凌晨正式宣布退役,作为一名在NBA和国际赛场都有巨大影响力的球员,他在中国也有着无数拥短, 几乎艾伦之后,93国庆一代,另一名代表迪小川也筛出旧照,致近吉诺比利,他们或许是辽兰历史最强一代如今却四散分离,致近二十,感谢你为篮球所做的一切,再见篮球场上的艺术家,请谢谢马鲁锦,迪小川,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道,同时上传了一张和吉诺比利的合照, 只见迪小川穿着中国代表团的装束,竖起大拇指与头发都已经没多少的纪诺比利和引流面,眼尖的短跑名将张裴蒙一眼就认出, 那这是在2016年旅约奥运会开幕式的场景,是的,我们哥,迪小川回复道,站在羊刀边上有点紧张吗? 这是,这像是NBA主席的发言,还是眉头发到二十号比较帅气,网友们调侃道,就在昨天郭艾伦发了一张青涩少年时参加篮球训练营的照片, 包括贾成在内的一群人,围着吉诺比利与其合影,有人还激动的把郭艾伦的衣服逐出了大褶皱, 迪小川这张和,这比郭艾伦的强多了,很不幸的,郭艾伦又在镀藏枪,吉诺比利今年已经41岁, 在国际赛场上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2002年世锦赛吉诺比利率领阿根廷队, 击败美国梦舞队,并入选世锦赛最佳智荣。 2004年雅典奥运会吉诺比利作为队长率领阿根廷队, 击败美国梦六队,夺了奥运金牌,并当选MVP在NBA赛场上, 吉诺比利同样有着辉煌的成就。 他在1999年NBA选秀中,以第57顺位被胜安东尼奥马赛队选中, 直到2002年才正式登陆NBA,之后马赛队四次夺得NBA总冠军2003, 2005,2007,2014年,2008年当选NBA最佳第六人, 并于2005、2011年两度入围NBA选明星, 吉诺比利与邓肯帕克的组合被球迷们称为GDP组合, 值得一提的是,吉诺比利在马赛深杯20号球衣, 而迪小川在北京队的球衣也是20号, 不过手握三枚总冠军戒指的迪小川比吉诺比利少一个, 于是有网友勉励小川道, 你逼马赌还笑一枚戒指, 争取将来超过他,加油, 由于脚步有伤, 比小川今年夏天一直都处于恢复阶段, 并因此缺席了代表中国南篮红队参加亚运会的机会, 不过, 新赛季他也往满雪归来, 和北京南篮一起再度冲击好成绩, 白编, 腾讯中国篮球栏目招片, 成品中国篮球, 国际篮球内容运营, 实习生, 携手多人, 期待你的加入, 腾讯CBA招片中国篮球, 国际篮球内容联集, 携手, 实习生,